早前有位观众朋友猪熊妈问我在Toronto哪里有好吃的沙丁偶面 上星期我去了几间茶餐厅试试他们的沙丁偶 不过不是每间茶餐厅都有沙丁偶面 有些只得沙丁偶米粉 就算有沙丁偶面 他的面都未必一定会是公仔面或出钱一丁 而且有沙丁偶面是有菠萝的 沙丁偶我来了 首先试试这间位于Time Square的餐厅 之前拍过他们的早餐 试试金沙的沙丁偶米 看上去有很多色责 看上去卖相都不错 牛肉片 上面有些沙丁酱 有些萝卜粒和绿豆 聞上去也挺香 试试牛肉的味道 嗯 完全不辣 对辣味比较敏感的人 真的不太能吃到辣味 而且粉很爽 刚才抹回来的时候 娘娘说有多少个汤底聞上去 有些像出钱一丁的麻油味 试试 聞上去是有些麻油味的 但喝下去就好像没什么 不像出钱一丁的汤底 娘娘你会否想试试 因为真的完全不辣 所以你应该会觉得可以的 没什么沙丁味 对,没什么沙丁味 其实酱是稠一点的 但辣味的沙丁味不算太出 真的不辣 所以喜欢吃辣的沙丁酱 可能就不会觉得这个可以了 网上有人说这家沙丁酱是不错的 让我试试 这个沙丁酱一打开 看到色水很深 还很稠的 上面还有很多我最喜欢的葱 沙丁酱就翻译了 看上去就是这样的 真的很深色 你看看 跟米粉有强烈的对比 试试味道 聞上去也有些花生的味道 我觉得咸了一点 咸了一点 但味道还挺香 如果可以更坦 可以的 但沙丁味真的不太出 是咸的味道 牛肉也可以 鹿酱真的比较咸 咸不行 要吃越咸 像一个咸的牛肉米 沙丁味不出 另一间网友介绍的餐厅 哇 里面还有鱼鱼 这家的沙丁酱面就是这样的 特别的 它的面不是给一丁我的 而是给蛋面 打开的时候看到两粒 我看上去以为是萝卜 有点像萝卜牛腩面 但看清楚 其实应该是菠萝 我第一次看到沙丁酱面有菠萝 刚才我闻过普通的清湯底 没有芒油味 看上去就是这样的 牛肉片也算适中 有些葱花 两个菠萝 面 还有些菜参 先试一下牛肉片 沙丁味不算太出色 但咸不少 但是沙丁味有辣味 可以的 不像之前试过的 完全没有辣味 先试一下 咬也不算很稠 不过没有花生碎 味道还可以 始终面是清湯底的蛋面 它不会跟牛肉有腸味的效果 它给了菠萝鵝 是否吃沙丁牛肉 吃菠萝鵝会有另一番味道呢? 没有 都是菠萝一块 不知为什么会有菠萝 最后一家 这家是朋友介绍的 今天这个沙丁牛肉很简单 只有沙丁牛肉和米粉 不像之前的蘿蔔粒 青豆 葱花 蔬菜 甚至乎菠萝 这个是平淡的 没有那么多花生 试试味道如何 看下去是这样的 目测也看到有些花生碎 对 下面这个是清湯 不会很浓的味道 试试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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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味道 嗯 好 辣不算很辣 这沙丁牛肉吃的味道 试味道 有很多人来说 最香沙丁牛肉的味道 试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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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错 好啊,要不要试一试? 为什么有沙茶的味道呢? 是的,究竟沙茶酱和沙嗲酱有什么分别呢? 稍后再说 沙嗲酱是有点香的 跟牛肉的质感也不错 我觉得有点咸 咸了一点 你不要吃过上去吃,我吃的是超咸 我现在不可以吃 虽然味道挺出色,但它又不会很稠 大家可以看到,像上次一家 超浓,超深盲 我现在有沙嗲酱味道 好像没有种到花生味 但它也有花生碎 不够多,像沙茶牛米 这个是不错的,我觉得可以一试 试吃完四个沙嗲酱后 我们来个总结,评一评分 评分的范畴有四个 包括沙嗲酱的味道 有多辣 有没有花生碎 和整体的味道 第一个,沙嗲的味道 辣度 花生碎 两家有,两家没有 整体的味道 为什么有零分的出现呢? 因为碗面真的很咸 非常非常咸 如果它没有那么咸 它可能不需要包尾 刚才提出一个问题 沙嗲酱和沙嗲酱有什么分别呢? 根据Wiki所说 沙嗲酱流行于中国的潮撒 是改良至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沙嗲酱 应该是先有沙嗲酱 后有沙嗲酱 它就说 沙嗲酱的甜味较轻 较咸 有虾干的气味 而沙嗲酱比较甜 和偏辣 花生较多 其实多伦多都有很多地方 可以吃到沙嗲酱 如果大家有好介绍的话 不妨告诉我 等我试试大家心目中好吃的沙嗲酱 沙嗲酱 沙嗲酱